大家好 今天是7月8号2022年 今天我们来给荷花施肥 这是今年的第一次施肥 我把通常给荷花施的肥都放在这了 这个是甲林 这个蓝色的就是这个 Miracle的通用肥 然后小勺 还需要用到水 水龙头伺候好了 还有铜 还有我一个小容器 待会儿摇水用的 这个我们看一下 这个Miracle的成分 我的蛋磷甲 蛋肥比较多一点 磷肥比较少 只有8% 然后还有甲杯 还有另外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这就是植物吃的维生素 就跟我们平常吃的维生素 非常近似 所以考虑到这个荷花 它要看花 要几下长根 那么正好我这里有这个零甲肥 这是去年朋友们一起团购的 这是高浓度的 所以每一样都来点了 蛋肥呢 主要是促进植物 长叶子的 磷肥主要是 开花结果 甲肥主要是促进这个根系的 生长的 那既然我们的荷花 我主要是花 又要看花 那个根呢 还有这个繁殖的功能 每年的荷花需要留着根 来第二年再继续繁殖 所以我们今天就再来加一点零甲肥 因为这个Miracle Plant 它的蛋肥的比重是比较高的 待会儿还要再稀释一下 就是加多了呢也没关系 因为什么呢 你可以还有其他的容器呀 再稀释呀 没关系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桶 来你来你来 帮帮忙忙了 一般施肥呢 不要找太热的天气 像今天的天气比较凉爽 而且还是上午 荷花开花的季节 我一般 一两周是一次蛋肥吧 这个蛋肥不是蛋银甲的蛋 是青蛋的蛋 要薄肥多湿 荷花是不耐这个很大的肥的 就有朋友一次用力过蒙 把他家的荷花给烧死了 所以我们要吸取这样的教训 不要把我们美好的荷花腰折了 好 现在的水加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来来来 哎 你们两缸水跟着我走了 起 看看这个荷花 比他来两下 比他来两下 嗯 两下差不多了 这个水位也差不多 这一个荷花 这一个荷花 荷包也快开了 来两下 OK 看看这个荷花 我已经开过三朵了 今天的这一朵给大家先看一看 看到了没有 它可以多来一点 因为它消耗比较大 OK 这个也是一点肥 给我的这一个也是 我 beach 老